小货车踩紧油门往上冲 踩到一半车轮就陷在土石堆中动弹不得 幸好上方的车子帮忙拉一把 在大家接力合作下 才使得打劫的交通恢复通行 像这样惊险的画面 每天都在仁爱乡头89线32.4K处发生 满山遍野的茶园及蔬果 是部落居民重要的经济作物 当地民众为了抢救辛苦种植的农产品 也只能冒险通行 真的喔 你们都要经过这条路吗 一定要经过这条路 为什么 这条路是对外而已 那边也还没通 真的喔 这样子怎么办 这情况多久了 蛮久了 就从上次那个时候 那你们这样每天要过 会不会很麻烦 没办法也是要过 原住民的路是搞这个样子 再往里头走去 陆基掏空土石坍塌 沿途路况满木窗移 来到15点K处 花土基正在清理土石 从6月份的豪雨风灾后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时间 头89线竟然还未完全恢复通行 此开放小车子限制时间行走 不仅影响部落居民生活便利性 也让此处的观光机运输受到极大的限制 我们种的苏灾也没有办法涌到病地 全部都烂掉 小孩子生病老年家生病也是很难 都经过火环栓然后到埔里到埔里那边干病 非常的困难 希望是我们宣服能够 这个一个礼拜以内把这个路能够讲通 风灾所造成的灾害 或许短时间内无法完全修复 眼前民众最迫切需要的 只是一条通行的道路 但现在不止抢修进度严重落后 承包商更以诸多理由退脱 让陈国雄议员大胜斥责相关单位 根本就是网过民众生计 速度那么慢 短短的大概不到一两百米 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现在刚好是农忙时期 蔬菜那真要采收 我们的目的是赶快要做出来 那现在他们所承诺的条件就是说 再给他们五天的时间 所有八十九线的道路 前线都不管自 大小的车子都可以过来 讲话要负责任 你说好我给你做好 对不对 万一怎么样 那个是大家可以商量吗 在陈国雄议员的关心协调下 开口契约厂商当场云诺 在五天内恢复全线通行 为了道路维修及行车安全 前议员也期望往来的民众多加配合 车子承载辆污超重 并遵守管制通行时间 以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民意新闻红叶鲁 日安箱采访报道